晚安 欢迎收看5月26号的台式五件新闻 我是刘雨晗 新闻开始来看到 离谱家长做出了最坏身教 台中西屯一家私立幼儿园 在早上上学的时间 出现了10辆黑色豪华休旅车 违规停车 还一字排开堵在校门前 当时把送小孩上学的家长给吓坏了 而远景后报赶到现场 把车驱离之后了解 带头的竟然还是家长 只因为小朋友在幼儿园玩耍弄伤 双方家长就在LINE的群组上面吵架之后 相约在幼儿园门口来谈判 最后甚至互告恐吓 我们在围庭 你们知道吗 幼儿园门口停满一整排黑色豪华休旅车 数一数一共10辆 像是来车拼 把车移开 把车移开 把单移走 黑色休旅车围庭堵在校门口 远景后报到场驱离 只是好端端的怎么会集结在幼儿园 警方一查带头的竟然是家长 事发在25号上午7点多 台中西屯区一家私立幼儿园 警方了解37岁蔡姓家长的女儿 在幼儿园玩耍不慎弄伤 35岁汪姓家长的小孩 双方家长在赖群组开战对骂 还约在幼儿园谈判 蔡姓家长当天找来是三人 开来10辆休旅车 堵在幼儿园 上午重回现场 这些同款式的休旅车就停在校门口 家长很久才下车 疑似发现记者在拍 还特地上警官星 警方表示蔡姓家长不是帮派分子 找来的都是重机借友人 但只因为小孩在学校玩闹受伤 就大动肝火 还料人开车到学校堵人 离谱戏码做了罪话深造 记得层不上罗东山 台中层不倒